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民 今天我也是在网上刷到了那么一段非常有趣的这个视频 三个女生因为是下雨天,她们几个都没有伞 而旁边的这个男生就有伞 然后他们本来是想的男生应该是主动要来给我们送伞的呀 好像最后完全没有这种动作 也没有等到最后心里非常失望 然后就到网上来发了那么一段话 下面我读给大家听一下 真的很想吐槽我们学校的男生 今天下很大的雨 我和社友都没有雨伞,三个人我们一路下去 一路上全是有伞的男生 有说有笑的 默默地看着我们三个没有伞的妹子拎着雨 我不是针对所有的男的,只是想说你们呢 没有同情心还是情商太低呢 还是都是gay只喜欢男生呢 还是快到寝室了 幸好一个妹子好心给了我们一把伞 所以那些还没有女票 自己情商太低 还整天抱怨学校女生少的汉子 就注定孤独终生吧 读完了 其实这段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女生吐槽男生日常 说心里话 这样的话 虽然看起来很平常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的这种什么所谓的独鸡汤啊 以及那种 女权意识 已经潜移默化的 真的是 逐步逐步的全部都渗透到那种女生各个年龄段了 大的年龄的就不说了 基本上那个8090后是重灾区啊 然后再小的那种00后啊 他也是逐步逐步的在接受这种什么 独鸡汤以及那种女权观念啊 因为这种独鸡汤啊像那种话呀 他基本上是潜移默化的非常的 润无息无深的那种感觉 大家完全就没有感觉都接受到了这种 就比如说一些非常有名的那个独鸡汤言论啊 如果男生都不给我们钱 那我们女生又涂谈什么呢 或者说那个女生和男朋友要结婚的话啊 女生可能就会说 如果名字都不舍得加我的 那还有什么信任呢对吧 我哪里去找安全感呢 其实这些啊 都是那种独鸡汤啊 潜移默化出来的这个结果啊 我们联系到今天的这个女生淋雨 然后没有男生给他们送伞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其实这个女生的她那个 潜意识里啊 她还是觉得呢 这个男生应该是主动要来给我送伞的 然后几个男生好像大家都有伞 就看着我们这麽临着雨难道他们忍心吗 真的是活该你们单身啊 女生就好像就是这种的 就觉得什么事啊 我弱 然后你呢就应该主动的伸出原神 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说实话这种还是挺可怕的 怎么个可怕法呢 主要是这种观念 真的是深入人心了 她就觉得呢 你什么事都应该主动的来 帮我摆平一切 我没有伞你应该主动给我 递给我 比如说我要坐公交车 好像我都站着 周围都是男生都坐着 是不是你应该主动给我让个坐呢 而这个事情本身这个女生啊 她也没有去找那个男生 比如说大家来一起拼个伞 或者说大方的女生啊 然后你自己主动 钻到男生的那个伞下 就说 同学我们一起躲一躲 我这个确实没有伞 那么我们一起走一段啊 其实我相信同年龄段的这种男生 女生们啊 我相信一般的男生 他都不会拒绝的 所以说女生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主动啊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要男生来主动啊 难道大家都没有发现吗 其实现在很多的男的啊 他都不主动追女的了 没什么用的 因为这个女的 他现在就这么奇怪啊 你追他 真的追不到 你不追他吗 他可能还要叽叽歪歪的抱怨 对吧 如果你太主动了 他可能觉得呢 你是舔狗 觉得呢你完全就没安好心 如果你完全不主动 他觉得啊你真的是活该万年单身狗啊 所以说现在就造成了那么一种困境啊 就是你主动其实也不好 不主动也不好 好我们就依这个女生的这么一个说法啊 我们不妨来假定一下 如果真的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 就有那个男生 来给这几个女生送个伞 结果又会发现如何呢 大概率这个男生也就是会获得女生们的一个好人卡 就这样子 如果这个男生颜值比较好 或者怎么样 可能女生们呢 会在这个路上啊 谈论许久 如果这个男生长相一般或者说长得不咋样的 可能就只能得到两个字啊 谢谢 然后呢 什么都没有 更不要说什么其他更多的那种期许了 完全不会有的 所以说呢 不要想太多 而不是这个男生啊 他就给你送了一把伞 你呢就一定会和他发生点什么 其实这种想法真的是 又幼稚 然后呢又不现实 因为这个女生说实在话 现在 这个就是谈恋爱找对象这种啊 其实也非常理性了 他们很多时候啊 要么就看脸 因为那个颜值及正义嘛 其实颜值及正义这句话 本身都是毒鸡汤啊 但是却是这样的话呢 他却在那个女生当中非常有市场 而且现在的这个女生啊 对这个颜值这个问题啊 真的是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 看重吧 一方面是受曾经的那个什么日剧 韩剧的影响啊 另外一方面也是受现在这个什么 难多女少啊 就是女生在生活当中受到的那种 单方面的这种讨好 确实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呢 他们也就在逐渐的这种生活当中 养成了这样子的 只爱听好话 不爱听那种 就是那种真话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也才在这个具体生活当中啊 反映出来这些具体的问题 就好像觉得什么事啊 别人都应该主动来讨好我 他的潜意识里啊 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还可以设想一种情况 就是在这种真正雨天当中 发生这样子的男生的主动的情况 一方面呢 他可能也会觉得啊 男生就是故意的讨好自己 然后呢 并不会往那个感情当中想 而另外一方面啊 他又以这种名义啊 就是来吐槽男生 其实呢他还是希望男生来主动的 就是来向自己讨好 我怎么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在做事啊 就好像你 这个事情啊 对我有利的是怎么有利我就怎么说 你如果主动对我做些事呢 然后我觉得有利啊 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话非常赞赏 如果你主动对我做的事情我不喜欢 或者说 刚好不和我心意 然后我就吐槽 就觉得你是别有用心 所以说现在这些女生啊 难搞哦 哈喽朋友们关于这样的吐槽以及这些视频啊 你们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一下啊 喜欢别的帮我点点关注 希望大家帮我长按点赞三秒 帮我来一波超级赞 谢谢大家